汉春 我知道 因为家在农村 你这个个头也限制了你去找工作 所以呢 你很长时间是在家里干农活是吗 对 弟弟也帮了你很多 那时候我完初中以后 因为我个头比较小 都找工作非常艰难 家在户户都不要 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就也没有出去工作 有时候帮我妈妈放牛嘛 然后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牛放牛的时候 我弟弟好像是回家了 之后呢 我远远地看着我弟弟从山脚过来找我 跟我说 你回去休息吧 我帮你放牛 他说我弟弟他知道我没有工作 自己心里特别难受 而且在大太阳的时候 你就怕我晒走了 所以呢 他就想帮我放牛 当时我就说了 我弟弟他在外面工作也挺辛苦的 回来还得帮我做家务活 还得帮我放牛 我就感觉我弟弟挺好的 西张你看 哥哥一回忆 说你对他的好都感动得要流眼泪了 我估计哥哥也做了很多 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对不对 对 我16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差不多在外面工作了 每个月也会回家一两次 看看爸爸妈妈 然后看看哥哥 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 哥哥都非常高兴 特别舍不得我走 那一天 我记得是一个下雪的一个大冬天 外面特别冷 后来哥哥说 说非要送我 然后我说 外面那么冷 我说你还是别送我了 待会儿把你给冻到了 哥哥说不要紧 让我送一下你们 后来哥哥非直接送我去那个车站 我走到车站之后 我说哥哥 你要不先回去吧 不要紧了 让我等你上车 我再回去 我上了车之后 哥哥还没有走 还在那里看着我 看着那个车子 慢慢地远离着他那个目光 我远远地看到哥哥 还在那里站着还没走 那个时候 心里就挺感动的 也挺心酸的 特别心疼哥哥这个时候 当时心里就想 如果以后我有那个能力的话 我一定会照顾好哥哥